今次賽事第三場我提供順馬號 2號的老實人 3號的龍村鳳 10號的浪漫鐵人 11號的陸上飛馳 這場是12胎1239 3、4重出是123912 請問甚麼叫做踩到紅線 動不動就紅線 看來你好像在看MyRadio的節目 對,我看育敏踩場 不過我也擔心 遲些去英國工作,沒甚麼看 那倒不會 這個直播和重溫環球 全地球都可以看 那就很好 不過有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想在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上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下個星期二,晚上10點 一鳩大事,杜汶澤 大家好,玉敏惠客室 第二季做了兩集 第三集的嘉賓是誰 杜汶澤 杜汶澤這陣子沒甚麼戲拍 竟然是舉辦網台 那些節目非常好看 雖然只有三個而已 但已經有很多人看 點擊率是以10萬計算 其他網台準備收檔都可以 下個星期二,10點 一鳩大事,杜汶澤 記得留意收看 還有,要交台費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捕月 身體力行 隔空法工 玉敏柴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三節 好 其實這一節我想說 今天立法會三讀通過 《時產假條例草案》 中間在二讀之後 進入一個全體委員會的階段 最有爭議性的就是 就泛民主派提出的《時產假》 七日進行辯論 這個辯論過程裡 就看到很多混蛋了 這個七日 其實我們以前在立法會都經常說 你五日 現在政府就提五日 現在現行是三日 政府就提五日 那五日 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應該會七日 還有就不是 這個五分之四 新水 就全新 這個其實爭了很久 當然就一定不夠票過 這個修訂案一定不夠票過 因為你要分組投票 大哥 一定不夠票過 因為功能組別 否決你 就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個羅志剛 第一個要說 這個勞福局局 這個是一個仆街 你是做過社工 你也是這個 在大學教社會 你也是民主黨的人 你也是民主黨的人 是吧 還有自此號稱震動 你以前是支持 市產假的時間是長的 給政府規定的時間是長的 你老母 你現在做了勞福局局長 你說如果今天的修訂案通過 我就撤回這條條例 這些是恐嚇 這些是威脅 那他還要說 我這個不是威脅 他就說你了 這個不是威脅 你還要說一句 這個不是威脅 你不需要說這句 你整個客觀的行動 你表示你將會這樣做 那個已經是一個威脅 如果你通過了 五天都不好 你明白嗎 我就收回 繼續三天 我收回 你通過修訂案 有用嗎 我收回這條條例 我撤回 是吧 這個是很卑鄙的 基本上是 現在在說三天 五天 七天 其實都通過不了 其實都通過不了 是呀 我修訂案 你講這些來做什麼 你講得對 明知過不了 你還要嚇人 是吧 這個是不是仆街 你告訴我 這個絕對是仆街 是吧 百分之一百仆街 這些都是所謂的泛民 是吧 你數一下 做官的 有馮偉剛 有張炳良 有羅刺江 你數吧 一大堆 是吧 但這三個都是泛民的偶像 是呀 他們一直都是向這個方向 你九萬六 他三十萬 這真的 分別很大 尤其是聽開啤梨 就發覺我們 不要說是英雄 我不敢說 所眷略同 最近我撿了羅茲光 吵了他兩天 因為我深刻 我記得剛開始做節目的時候 有一次我上立法會 找一下玉敏 我真的問一下 那些前輩怎樣做節目 他說沒有什麼 他才是個角色 如果你害怕的話 沒話說 你每集找一個人來吵就行了 我說 那不是很容易嗎 因為太多 你看這個羅茲光 我剛剛撿了他兩天 先不要說他的狗幸 你自己是一個社工 當日在民主黨 會點出生的 嘩 你們兩位 不是紅便韜韜 好像說 悲天敏人 吭家產 你現在做了局長 也不是的 他也有點惡行 他是支持這個一筆過撥款 不是 但所有事情都不是我去批評他 我批評他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認識他很久 你認識他親人 當然認識他 這個混蛋 我選了2012年的時候 我出了一本 魏民主派賣港實錄 有提到羅志剛的 他想要告我 結果沒有告我 如果你在這裏 你真的沒想到 如果你剛剛 平時我的節目 躲過去不問事 現在有我在這裏 你告我 叫馬建賢 你準備告我 我樣樣都可以忍他 什麼160 IQ 神童 我什麼都可以忍 我最忍不到那些男人 男人無狗 扭頭靈契 眼眨眨眨 他覺得這樣說幾個 如果 你覺得是 學一下 這樣的 扭頭靈契 眼眨眨 屌你 你幹什麼想法 你還要說是屌你 林鄭的閨蜜 你男人 是不得慘 你人身攻擊 我簡直是人身攻擊他 你幹什麼惡行 我們作為市民 他有權 你這樣欺負人 老實說 另外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不知什麼 自由黨的中什麼鬼 那個議員 中國斌 他就說屌你 你當然沒做過生意 香港的營商這麼難 香港的營商是不是難 是難的 尤其是中小企 要給七日市產假 其實是負擔 你們做在議會 有很多 可以是政府給錢 為什麼政府就說 不行 為什麼政府要給私人 但是 今時今日 我們香港社會 富裕到這個時候 那些人出身率低到這樣 你覺得 大家會不會因為 多兩天或三天 或四天的 時產假去生孩子 我們都很懷疑 屌你了 你是這麼刻薄 然後竟然 你那個含家屋 羅志剛還說屌你了 你試一下通過 我們都收拾回去 我今天要講幾個人 除了羅志剛 幾個人 進行發揮 另外一個就是張宇人 張宇人 今天就是轉台 張宇人 張宇人 踢到鐵板 因為上次 他被人說 不是二十元 他說一天都不應該 不是二十元 他今天發言的時候 解釋 他就賴了我的圖孫 張文采 張文采 這個是那個記者 那個主播 他就說 這句生批是他作給他的 他多謝這個張文采 上次他馬上轉態了 上次被人罵得好 因為五天 你是政府的立場 你是行政會議成員 你不可能不支持 你不可能不支持 你不可能講那些話 一天都比多 還有他在答問大會裏面 令到這個林鄭月娥非常之不高興 所以他有機會是撕她柴的 我告訴你 以林鄭的性格 這個行會的成員 他有機會撕她柴 他不讓你做給別的自由黨人做 你明白嗎 是有機會撕她柴的 我想他也有影響 因為他就是一心 我維護商界 維護那些飲食界 你明白嗎 因為飲食界始終 他壓力大 壓力大 比其他商界的 因為你去做民意調柴 你問五日七日試生假 你起碼一半以上的企業 不會回答你no 但是對中小企業 特別是飲食界那些 最嚴重是這些 因為我都不夠人了 你老婆生兒子 生兒子 生兒子 你要陪她 五日七日 他是有一個困難 又找不到人來頂 他是有困難 我是理解他 他不一生衝口而出 接著懶惰了 所以你今天投票 你是不是要支持五日 他的情況是 另外最糟糕的 是工聯會 工聯會 由頭至尾都要贊成七日市產假 其南市七日市產假 工聯會的家 你先說一下 今天他就先說代儒孫 你明白嗎 他不支持泛民的七日 那個修正案 他先代儒孫 所以我告訴你 工聯會的工賊是沒有錯的 你老婆 絕對 百分之百工賊 他們是很多的 因為你沒辦法 他們是經濟派 其實他自己 有時候 他的人跟我說 黃國健有的那些人 都跟我說 我用玩什麼 他們有些 所以就是 你都不是為那件事 是不是 那你說工聯會 是不是 打工仔 你爭取權益 七日市產假 你不能說No 第一就是泛民主派 提調 你就要說No OK 第二 如果七日 這個過了 局長就收回條例 那五日都沒有 所以 就又是 待著線 學習了泛民 如果我聽完你 今天要問老師 我們現在是興港老師 在我這樣解說完之後 如果今天講全日 稀中之稀 如果你們 聽多日報就是什麼 三隻狗 五隻狗 最能夠說 如果在剛才的個案子裡 最有混亂是羅智光 如果這樣來算 全部人最有混亂是羅智光 今天 不知道形勢底下 你怎麼說 今天我沒有罵泛民 因為他提出修正案 過不了 但其實他們都表示態度 他應該衝咎他們 你明白嗎 集體離場投票的時候 應該這樣 都沒有 現在沒有這些動作 另外還有一個女人 就好人不陷 這就是新聞黨的容開恩 你自己都戴肚 但見到沒有 沒見到的 他就認了 結了分 這些不重要 那你是不是應該 支持修正案呢 不是 不是 他老公沒什麼去做 沒什麼所謂 我又不說這些 我最喜歡說這些 不是 是我的 二輪 不關我的事 他老公有什麼去做 那個燃眉窗 他要知道 他做過很多飯 現在他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 那些事物 說回這個 所以工聯會 他救了 容海恩 工聯會 工聯會真的很混蛋 我給你看到這些 你都知道 是很混蛋 工聯會混蛋 就是因為 你的市民又不懲罰他 我告訴你 我街上 很多人都很喜歡工聯會 我閒姐幫他們爭取 真的有這樣的人 你有什麼話說 再說 我上網看到李卓人 我一定要有十多分鐘 去說說他們 有什麼人渣 現在這麼熱鬧的選舉 是嗎 很熱鬧 去到九龍城 你走一下九龍城的街市 全部都是陳凱欣的海報 樓下我也看不到 你看不到李卓人 你看不到馮劍基 他有記者淒涼 還有 我特意今天掃街 在樓梯底 都無人問津的地方 都有 就證明一件事 他是有很多人幫他工作 然後他說是城寨女孩 他是獨立 是嗎 吵你老母 你說吵你老母 然後你那兩條七路 聽到你那一條 李卓人說 我開十個街站 很辛苦 不辛苦 不可以 吵你老母 你跟別人比 打邊爐和打屁股 是嗎 一天 我早兩天 在九龍城街市 吵你老母 見到一條七路 做一件背心 容海印 那個樣子看起來 像老同多些 你明白嗎 吵你那些 是什麼人 你告訴我 他會認識陳凱欣嗎 他一定不會認識 老同也會去幫陳凱欣 茅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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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一個選舉機器 我支持他 一個選舉機器 一旦 所以你還在吵架 吵你老母 還在搞阿基 那一定要是第一個 退出 其實你可以談 很簡單 明知道 第一次Pan B 你已經吵你老母 你不要搞阿基 這次你又來 他開聲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抓他去談 談的可以講條件 你這一次補選 你不留選 下一屆 我們支持你超區 但是你先生生生生生 選個區議會 他試過 比你高票 民主黨 何俊 是不是 我舉例 我現在是隨便 但事後說 已經完全沒有意義 當初我不想會說 因為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談 還要不要進去 還要一路 還要一路 還沒報名 先沒黑定 先沒黑定 那麽混蛋 我就不肯說 其實我 我覺得是可以談 你不肯說 其實阿基這次鬥氣 真的很明顯 不是的 他現在要背負一個 分裂法萬 分裂法萬 他不是法萬 他不是法萬 收到共產黨 錢去戒票 戒票 你說得到這樣 屌你老母是告救他們 長毛又敢說 但是 劉細良又敢說 大家都敢說 你們這些混蛋 是沒有良心的 指問立場 指問立場 不民是非 屌你浪尾 我說給阿基 如果拿到三四萬票 你就混蛋了 喂 喂 有沒有機會呢 怎麼會沒有機會 都管了 那些人會生氣的 阿基拿不到三四萬票 那為何他們不混蛋 他們可能也會 泛民有機會贏 他現在也會提供投票率 提供不到的 哇 我很緊張 各位 記住他聽 給你晚報 我不說 我一定要大家集中票員 屌你了 不可以的 老實說 你只看見這班人 這麼卑鄙 集中票員 全頭馮劍姬 哈哈哈 老實說 我們華人 一搞正正 鬼都是這樣 所謂什麼 奧暴抹黑 一樣一樣齊 但你未至於這麼肉酸 喂 我都說 香港水平最低 真是最低 未至於這麼肉酸 我寫過幾篇文 我都說 我對民主政治的 惡質發展 我小弟頗有研究 亦都自己親身經歷 所以可以出選 比較各地的地方 這些所謂奧暴 你不犯法 你可以搞欺騙 你明白嗎 要你騙選票 這些 五花八門 是嗎 很簡單 最近高雄市市長的選舉 出現一個這樣的 逆轉性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人家現在又回憶 當初你 二十年執政 可以在高雄市 就是奧暴 第一次黃俊英死了 贏黃俊英千多票 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贏黃俊英千多票 就是因為 你走去 到最後一天 你說我抓到這個 賄選了 抓到走路公了 你想想 百慈莫辯 解釋都沒得解釋 那些票就是 不斷這樣 輸千多票 最後法國是留的 好了 你謝祥廷 對這個 吳敦儀那次 又在最後一天 整個錄音帶說他有匪民 你爭論都沒得爭論 後來 若干年後證明 又在樓 若干年後證明 那錄音帶是假的 又是輸少少 但是民進黨這件事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他現在又搞韓國瑜 黑道 你明白嗎 但這次似乎難搞 這次沒用 因為人家很記得 你之前做過的事情 現在開始 現在不是因為這件事 是因為覺得你執政了二十年 是好不可以 經濟很差 很破落 高雄 即是無論你那些幾個本土派 都是很難 我是實事求是 以事論事 你不要說我是男的 我又不是男的 我老婆就是深男 即是 你那個手段 因為你已經執政了 你擁有權力 我當然要屌你 不要監察你 這是很正常的 所有你有擁有權力的人 你都是被人屌最多 對嗎 雙過來說 那些臭婆娘都多了八九 就是這樣 民主政治就是這樣 這樣才可以監察到你 然後你可以戒慎好具 做事小心點 是這樣的 一定的 所以你出現這些奧暴 這次開始就不成功了 我看到不知道誰分享出來 有個重量級人物 說他現在是呼籲 投給韓國瑜 那個是高雄美農區 就是美農民進黨的壯腳 就是民進黨的壯腳 民進黨人 大壯腳 對 他現在是傳 但他現在說傳頭什麼 傳頭韓國瑜 現在有很多個民進黨 已經 表態了 那你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台灣怎樣說 質素都高一點 你香港那幫飯狗 我明知道泛民是這樣 不想辦法 就說回來 含雷 不要緊 你含雷 你要告訴我們一定是泛民 這個位置的意義在哪裡 你不要再說這些 你說什麼修改議事規則 關鍵一票 你一次又一次 來這個位置 贏和輸了 說真的 在我作為一個追求民主的人 我只是看到你這幫人 雖然我經常認為 追求民主和人格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你不能夠水平如此之低 講來講去 這麼多年來 就是黃毓民收共產黨錢 講來講去有沒有別的東西 其他人 任何人 只要你有心從政 只要你是反共的 或者希望給意見的 就一定要歸大台做狗 這樣才有機會 你老實說 我想你們少看 譬如亨利 有時候也會 我都不會太生氣 你好像黃之鋒他們 他們有時候 對泛民很不滿的東西 那些年輕人 不夠膽明言 暗裡就寫幾句 為什麼呢 始終沒辦法 大台就在那裡 他們要有發展 他們要謀佬發展 都要有大台 那現在其實 老實說 他們心機就算盡了 現在你們那些年輕人 如果在這條路上 用立法會 會不會是人玩呢 那你幹什麼 機關都算盡了 現在 劉小黎的機關都算盡了 沒有意思的 現在基本成為議會 當然沒有意思 劉小黎跟我有過節 大家也不知道 不過廢話 在這個節目裡說 真的有機會說 你不想說 不要再說 好想情色 你不想擠心我 不要這樣說 我什麼都不怕 香港真的很悶 很悶 和很低水平 你其實真的可以回應 我們對你的指責 這個回應不到 或者對我們對你的朋友 我覺得你抹黑的 那些伎倆 太差了 阿基都沒說選 我們已經看到法文 那些手影 你從頭到尾 說真的 有兩個人是最賤格的 年輕的 我當他們真是昂貴貝 李珠海地 你鄭宇石是人來的嗎 你真是壞蛋 這個真是垃圾 垃圾 垃圾 垃圾到上花膠台 老實說 在香港賺多錢 真是好 你用肥仔給他 給他多少錢 我真是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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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台 八五二 所有 眾新聞 蘋果日報 D100 D100 好像跟他不妥 大班 每個人都說 要傲悲去 其實這幾錢出來 如果我閉起發達 你還想問我 昨天的美國那些 一票獨得 一票獨得 16億美金 一票獨得 但是就抽40%稅 起碼40%稅 這樣一切都拿 都肥了 你當你八億 八億美金 不止八億 不是一次過拿 是八九億的 是一次過拿 打折扣 八九億 我當八億 八八六十四六 六十幾億 六十幾億 原來我們把零頭養死那些狗 原來你和軍行的花膠台 給了多少錢 全部是做謠生事 聽花膠台的 又是含家賊 聽要死錢的 如果你們都沒有 你說很多次 不是含家賊 老實說 我告訴你 我真的保存過清白之身 我在網台 我是網台旺你 但是我未聽過任何一集 花膠台 花生台的節目 未聽過任何一集 熱血公民的節目 你之前都叫自己有 我都沒有聽過 實在是太瘋狂了 誰能聽到那麼多節目 尤其是現在老實說 除了旭文彩翔和《啤梨漫步》之外 或者是想做那些節目 很多節目真的可以不用聽 不如看看Netflix 尤其多東西看 打下機 看書 大人擺東西做 真是屌你 你還聽到那些 花膠台 我現在常常在Netflix 選一些舊戲 我選舊戲 我劇集不行 劇集我會死的 你追的 我已經看了幾個長篇的劇 你選什麼電影 那些鬼佬那些 夠類 舊戲多好像好看 最近上次看Johnny Chapp試一下 約30年代 now 那些不是很舊,那些不是舊,那些是時代背景舊 那些是時代背景舊 我覺得Netflix真是很划算 他真的多少錢,我不知道100元 10元美金,10元美金一個 你有1億,他就有10億一個月 我知道,真是很划算 他現在是很厲害的 一個串流平台,原本是租錄影帶 結果現在他是自己去拍戲,他現在自己拍劇 他好像來香港拍那套話 他最厲害的就是那個House of Cards 現在做到不承勵經 因為這個Cybansy Cybansy,Kelvin哥 我才說一下me too 他不拍,不拍之後在拍劇 那個地方的經濟馬上受到影響 這麼大話 所以科技,資訊科技 就是這樣 你現在大陸也有些類似學他 不過他以前就是偷家人的東西 那些什麼愛奇藝啊,什麼風行啊 很多時候都是偷人的 人家這些全部買片給錢自己拍,你明白嗎 反而去Netflix 他就令到 早一陣子那些女友跟我說 他就提醒了TVB TVB以前他們有個經典台 有個網上給你98一個月 後來他真的 咦,TVB看到的那些 不是出了那些賣TV Super 買了回去又是有些月費 基本上是TVB 我沒有,我的女友跟我說 TVB是把以前所有的製作 都放上去 變成他再不去想 那些賣套大時代 600元,不要太煩了 但是他反而很好賣 這個賣TV Super 他一定是用機頂盒的 是用機頂盒很好賣 反而他那時候來立法會 又跟政府談 幫我取替現在街的機頂盒 無法使用 你就自己做一個 是嗎 其實他就最多內容 他就最多內容 你哪一個多一個TVB 自己做一個 那不是一樣嗎 那就賣了 那你現在怎樣按得住 然後走下去 我們後面街就可以了 那些什麼都可以看 所有無線劇集都可以看 其他那些 台灣的台友友 全世界都可以看 他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取替得這麼多呢 我想 有時想 那些監聽的朋友 你們想一下 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的 有時就看一下 看一個人 有時大家都沒有證據 去證明什麼 就看一下那個人在說什麼 做什麼 不要說是英文 即使我不懂英文 我到今天 我都不會說你們收共產黨錢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不是收國民黨錢 為甚麼不是收國民黨錢 不是收民進黨錢 不是收美國共和黨錢 屌你了 共產黨好多錢嗎 屌你了 我最不想的就是 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那一年 一二年 袁黎明 就拿了一個 杜玉鳳 那時候我們在這裡 在現場 賣了一個 海底瑞道的那個 那個廣告 然後又說收共產黨錢 屌你了 於是人民力量 那些兄弟說那個人很生氣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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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作為一個教授 屌你嚇到這在漿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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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那些滑仔 屌你了 看到他們 有知識分子 你至少要多坐在我身旁 你屌你了 誠 你中國真是這麼浮ят 中華人租名 屌真的比較FF 沒有說錯 中國人讀書人就多 屌你老母的書都讀得懂得背 屌你老母是床前明月光 屌你老母是知識分子 屌你老母找不到三五個 屌你老母要批判你這個政府 批判有公權力的人 屌你老母批判一切不公義的事 鵪臉春 屌你老母 你在大學教書的人 都是鵪臉 你看誰走出來敢罵政府 我都不怪 有時候算了 一沒辦法 作人屋簷下 沒辦法 有時候真的自己未必做得到 你沒辦法說回頭 你沒辦法說回頭 因為有人想做一些 你不敢做的事 於是你就要抹黑人來 證明自己是對的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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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都是屌屌的 所以 學習著你 還有一分鐘 我要買廣告 交台費 你先交台費 還有我們旭文匯客室第二季 播了兩集 麻煩大家幫忙 下集星期二就是 一溝大事杜汶澤 你現在屌爆了 我屌大了 我屌大了 我屌大了四十人 現在是咳人 有些後補沒得去 有屎來沒試過這麼多人 其實我早就想去 有屎來沒試過這麼多人 第一月十一月25日 我老婆我弟弟 即是我舅兒子 我經常搞錯 結婚 要不然 我一定去 因為我神祖一聽見 這次好看 這次好看 上個月來 因為 政治永遠都是這樣 有一個被人打到殘了 現在有機會彈起來 那你就有趣 就是有趣的 明明知道結果 例如高雄 一早知道陳其萬 躺在那裡也贏 那你沒有驚喜 所以一定要去高雄看 現在說不是 隨時會出事 那幾難 都是五波 其實未必輸 又未必輸 其實我寫過兩三篇 就算這次 國民黨贏不了這個位 但是得票 如果差距很接近的話 這個對2020年的總統大使 全國勝的選舉 是很大影響 但我看到你找朋友 阿姐公他們真的很好笑 我看見他們的藍營的人 上次 就死了 老婆 這次很開心 國民黨完畢 簡直是完畢 他們十年都回不了身 民主政治 你無所謂的 政黨輪替 你執政那個 你不會很高興 你每次都被人吵 你好像最近這次 普游馬的車禍 貨車 死那麼多人 你那個政府是不是大禮禍 你不能賴上一屆政府 一連七六走出來 關馬英九事 馬上就被人吵 你這樣都說得出來 那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的政府 是不是很麻煩 現在看到的形勢 就是把責任都推到車長身上 民主政治 無論如何都可以 都可以更換 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很感謝Barry 為什麼我第一次做不到呢 今天就是因為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系 五十周年 小弟就因為是前系主任 所以一定要出席 我又很想見一下 很久沒見的同學 學生 很多屆的 每個都看到 真是 每個樣子 有些老過 即是六八年才有 這個新聞系才設立的 五十年 都很老歷史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交與費 拜拜 拜拜